门口的灯不用关是吧 关了 COME 租着大房子给我遭嘴 现在是凌晨4点38分 我们将离开这里 其实还留了很多东西 我这个床头跪了 床头都一直关不了 没办法 OK 辗转反撤呢 经过一系列的奋斗 我们终于到了机场了 现在我们是整夜没有睡觉 因为没有时间睡觉 搞定 走 OK 我们过了安检了 大家记住如果过安检的时候 如果你有两台电脑呢 要分成两个箱子放 刚才那我就重叠了 结果导致呢 它又重新扫描一遍 耽误了很长时间 另外呢千万不要带水 包括什么一拉罐啊 什么主要是包装都不行 我买了两瓶全扔了 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大概将近六小时的飞行 OK 鉴于咱们昨天基本上没睡觉 这六个小时呢 我几乎会花所有的时间在睡觉 集中在睡觉上 虽然呢我面前摆了很多这个 鱼类的设备 但是还是以睡觉为止 但是还是以睡觉为止 到底在买的哪里 百匙都不敢是 不愿意 先在买惊 我个人就把一个山北看了 我愿意 我开玩一把 妹妹带到家里 你 forestay and earth 我会往下 把你们做自己做的 进行行路 队没有到家里 有很大的 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天 忙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我是没有时间休息的 刚才到了麦克家之后呢 其实说实话 在床上咪了大概五分钟左右 现在呢我要办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去LA fitness 然后把我的卡退掉 之前在办这个运动卡的时候呢 本来说的是只办两个月 他当然说没问题 还是两个月 结果我后来发现 他把我第三个月的钱也扣了 就又多坑我三十块 因为他当然说好两个月之后就停了 后来麦克跟我说 他不会帮你停 他一定会有这个陷阱 我当时觉得不会吧 结果真的是 所以我现在去把它解决了 我现在要进入到他的那个店里面 然后找那个人说 我要cancel my membership card 一会儿见 被坑掉了 被坑掉了 刚进去之后呢 他说能给我取消卡的人不在 他说但是我可以以个人的这个条件 帮你把卡给冻住 这样的话以后你再回来 健身的话是不需要花任何钱的 比如说每个月花十块的冻结费 你说我在这儿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要每天每个月十块 我觉得啊 然后他跟我说我要等一点钟 但是我现在等不了 所以我决定办完所有的事情 之后呢再回来办这件事情 希望能够办完 不行就freeze 没办法 这就是入坑了 大家切记啊 谨慎一点 尤其是la fitness 哎呀这双鞋 什么事情啊都是会发生意外事件的 就比如说今天 妮娜突然说要做我全程的这个司机 是因为她今天真的没事干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为什么还在洛杉矶呢 因为有特殊情况 之前呢她跟我说啊 七号还是几号六号吗 让我再喝一口水 对她说她六号的时候要 我本来要六号回去的 对她就离开这个城市了 当时我们已经告别了 然后今天非常尴尬的又见面 今天再见一次呗 然后再告别一次呗 再告别两次多好 对我这次我跟她告别 再告别不了就走了了 哦对了忘了说今天这件事了 我在上个月二十二号的时候呢 在苹果店预订了一个产品 为了给做一期这个科技拆箱嘛 我就买了 虽然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就这德行 妮娜情人节怎么过呀 情人节啊 对啊 情人节是什么能吃吗 好吧 我俩呢也是第一次来这家店 然后呢就 我其实也挺喜欢红色的 非常确定 对 所以我经常穿红色的衣服 今年我本命年我也要穿红色 哎呀透露年连 透露年纪了啊 透露年纪了啊 没关系了还很年纪 对 这家苹果店是我见过最不像苹果店的苹果店 因为它的标志不在上面而在侧面 而且不亮 哪有不像啊 苹果店不都是玻璃门吗 不是完全不一样 是你没看到而已 第一印象啊 很重很重 OK今天呢 第二个任务完成了 第三个呢 是需要找一个 去试一个东西 然后第四个呢 是打包行李 然后看有没有可能把一些该拍 哦对 还有好多东西要拍 哎呦 我的日子过得好苦啊 现在 真的好重 再次强调一下 好 先放到这里 我当来到美国之后啊 一直没有机会吃到我平时特别特别喜欢吃的一种食物 今天呢 在这个food court 无形中看到了 我特别开心 它就是 牛肉面 我们一人一碗 好可怜啊 人家Uber司机 赚的比这个一碗面多了 我亏死了 真的假的 我还来一个重银子 够吗 嗯 勉强够 好 好 今天的第三个任务呢 就是来到这个公园 在这个公园 试试一下我身后 这手背的包里的一个无人机 咱们算是随机找这个公园对吧 中奖了 也是很有学问的好吧 此话怎讲 你要找一个好的呀 这边特别美 感受一下 哇 是什么 哪只松鼠吃了一半 撂下了 你会游泳吗 会啊 会啊 没发现小孩子特别好玩 感觉到了吧 非常的有 哈哈 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有的时候啊 比大人其实更强一些 起码很开心对吧 你怎么样感觉这边的鹅是不是生活得特别自然惬意 对啊 只是你打扰了他们的生活 有吗 我有打扰吗 刚才呢大概花了有一个多小时 还有两个多小时 忘了 时间已经记不清了 在这边试了一下这个无人机 结果呢 试完之后啊 一看太阳已经落山了 就发现很多事儿啊 没有赶得上这个计划 大家可以看到我来美国这两个多月呢 基本上是每天没闲着 一直没有闲着 包括明天就要上飞机了 在我上飞机的前几个小时呢 我还要忙很多 可能就有点 诶你是不是应该就是 花更多时间去 就休息一下 我会发现呢 其实我是一个 闲不住的人 就算累 就是总是有那么一点 就是哎呀累无所谓 继续做点事儿 让自己非常忙碌 是我现在 活着一种动力 因为已经习惯了每天都要做点事儿 我在2017年11月10号左右 从加拿大回到了国内 在国内呢去了云南大理 从云南大理呢回到我国内的家 待了两天就去了北京 紧接着就来了美国 中间大概真正的意义上 在国内停留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当我在加拿大拍摄一些视频的时候呢 很多观众就特别喜欢看到一些 好像看似跟他们生活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在国内拍的一些视频素材呢 我客观地讲 如果你真的把一些最真实的东西 展现给各位的话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呢 是没有太多好玩素材给大家看的 后来我就琢磨着 既然我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吧 不算是一个就是 经典视频创作者 一个生活视频分享人 我觉得如果说去到另外一个 大家不曾熟悉或者说 可能多数人不太了解的地方去拍的话 相对于很多人来说 对于我对于你们 意义在某些方面是更重大一些的 所以当时有一个机会 我就毅然决然地来到了美国 来之前呢真的是 这边一个人都不认识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大家也没有想过 有一天你突然只剩一个人 跑到一个异国他乡 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有没有那种感觉 如果有的话 或者说有没有那种想法吧 如果有 有没有想真的去做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 但是我做了 来了之后呢 刚开始是重新开始适应 因为你是零朋友 然后零生活经验 然后可能经济上面也是 不一定啊 不一定能不能活下来 所以一切都威之术的前提下 我来了之后 我发现 在美国这边适应起来呢 要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 因为我之前有一些七年的 加拿大生活经验 所以在北美这边呢 美国对于我来说 可能就不像其他没有来过的人 在适应上有那么高的难度了 来到这边收获其实非常非常的大 首先呢 因为你接触得到的人 如果他们能够在这边生活的话 首先他们的生活圈子 要比咱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 要可能更丰富一些 他们的见识更广一些 当你跟他们交谈交流的时候 你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呢 学到一些你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这也是在美国我最大一些收获 说实话 我觉得我来这边两个多月呢 是一种升华 因为我稀奇了很多 我不曾想到 或者说曾经也不太理解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些所有的东西呢 都放在我的脑海中 放在我心里 可能平时我不会给大家透露 但是整体人呢是有升华的 另外呢 这边的环境事情起来非常的容易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当中 我就不用多讲了吧 很多人也希望出来没事旅旅游 我也希望大家没事过来看一看走一走 全世界走一走 我觉得 对于任何人的人生呢都是有意义的 另外 走之前说实话也有很多遗憾 因为两个月 说时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你可能来了之后 你这边拥有 然后你走了又不能再走 这边交一些朋友 又不能真的又留在这边 把这个朋友的关系 友谊啊更加深化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Vlogger 在一个地方走走停停呢 总会有这样的遗憾 就是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一直陪他们一起走下去 但是我相信啊有一天我还会再回来的 这事就特别有意思 因为你的生活中啊总是充满这个未知 所以这回来美国最大收获就是 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呢 我觉得将是我未来视频制作发展的方向 因为我想去用镜头捕捉一些 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甚至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当然首先以我为主 我不知道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激励 大家如果知道那个东西呢 更好 巩固一下 不知道大家把那个留言评论走起来 这样我也能学习到一些东西 视频呢就是让我们大家相互交流的一扇窗户 希望能够越走越远 在美国行快结束之际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 第一保持看我的视频 第二珍惜你身边的人 第三 没事去闯一闯 还行 是吧 是不是没有词 已经算是即兴发挥到极致了 嗯 还行吧 所以我的视频都是没词 这回你能不能证明 没词对不对 你就很骄傲是吗 没有啊 真实的东西就是没词 有些东西你没必要先编好 就这么着吧 我们该走了 我们该走了 好 这是要快优先